那别的方式呢 除了吃之外 苏菲问 不可能 戴里克的 谁说不可能 掩你一张大眼睛 我最近刚看到书上 上面说 厉害的高手可以遥控一切的 必须要通过一定的媒介的 戴里克接着否认的 媒介 苏菲怀疑地望向戴里克 那你身上穿的 手上拿的 怀里揣的等等这些 就没有来历不明的东西吗 或者说 全都没有问题 戴里克愣住 这个 他又怎么能保证呢 苏菲 没错 你说的很有可能 燕尼站起来就往外跑 我去拿那本书过来 说吧 他就飞快地跑了出去 喂 燕尼 苏菲想要叫住燕尼 可惜 他已经跑得没影了 苏菲把视线重新转向戴里克 你再好好回忆一下 说不定有什么线索呢 戴里克 豁得一下站起身来 来回地走了两步 口中喃喃地说道 没见 没见 很快 燕尼从门外冲了进来 手中捧着一本书 一脸激动地叫道 这里 这里 这是我母亲的收藏 苏菲连忙将桌上东西收拾干净 然后帮燕尼将那本又厚又大的书本打开 摊在了桌子上 这是一本用魔兽皮缝制而成的相当古旧的老书 可以看出日积月累遗留下来的水字和烟字 书皮上却没有任何的书名和标题 也没有署名 给人的感觉 这本书更像是笔记或者实验记录 而不仅仅是藏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 还可能放在实验室或者户外 书是用龙族文字写成的 因为是比较潦草的手写体 苏菲只能断断续续地认得一些 不过 从书本身的装精和内容排序来看 又像是一本精心构造编写制作的书籍 燕妮看了大家一眼 感觉到苏菲和戴莉克充满疑惑的眼神 她解释道 妈妈以前很喜欢研究精神力的 这是妈妈书箱里一本收藏 沃尔翻到的 因为刚才提到精神控制 想到这里面就有一段 关于精神控制方面的内容 她节节忙忙地哗啦啦地翻了一阵 啊 找到了 就是这里 燕妮指着这一页文字 我来念给你们听 书上是这样写的 比较高级的精神控制力手段 服依前述第三章所提及的高级元素 操控术 并可依赖第三者或者居间之间的媒介 与控制之人发生关联 具体可适合的材料原则有 选择示意对象所属性之物 与其相惜之原理 直接施于对象身上 如风系五 较适宜用于雷系对象 此为较之容易之法 其次 可利用所控制生物为媒介 举凡本身 本宜以及一切魔兽草虫 均可借其本体之精神元素为桥梁 沟通已知第三者 为效力容易衰减耳 最后 再极高级之力能使用上 可借由神器 元素团 或者特殊阵法为媒介传递 行使操控神术之云云 空使用时 需精力测试 或者平定被施术者能力与之体质 以适当之成之 方能达至理想之效果 少计无果 多致恐狂 伤人伤己 甚之 这一段话 使用的是龙族 较为古老的书面语气书写 足足写了三页纸 燕尼可可巴巴地读了三遍 大家才大致了解了其中的意思 也就是说 像塞尔特那种高手 即使身不在现场 也可以利用第三种媒介物 来影响和控制像戴利克这样的被施者 而且 也有足够的可能性 在剂量和能量过多的情况下 智狂 戴利克沮丧地坐了下来 虽然这本书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但却不能完全说清楚当天的状况 也不能解脱自己的错误 苏菲一边胡乱地翻着书 一边思索着精神控制力的原理 精神元素 难道是和魔法元素一样的东西吗 在自己的大脑 还是精神系统或者精乱力呢 他不仅又暗自嘲笑地笑了笑 连地球上生物科学家也跳了出来 又是魔法 又是中医 又是解剖 要是被爷爷知道 肯定要骂自己是吃馅了 突然 夹在书页里的一片小纸片 引起了他的注意 乍看之下 只是一个普通的零食用作书仙撕下来的废纸片 这废纸片里有七八个 只是这一片裁剪得比较整齐 而且背面 用极淡的墨水写着一句话 在你的眼中 你看到了最美的我的归宿 边上用蓝色的线条画了一个符号 像是一个叉子的形状 这是你家的标志吗 苏菲问烟尼道 转头看向烟尼皱着眉头 盯着纸片 若有所思的样子 从梅西走后的第一天开始 臭泥就开始有了变化 其中一只花苞的颜色在慢慢转变 由淡茶色开始越变越白 渐渐地变成了纯白色 苏菲小心地护理灌溉 她一面不停地咨询小妖 一面加强与臭泥的沟通 生怕因为自己的疏忽 让梅西如此慎重 托付给自己心爱的盆栽 有了个什么闪失 到了第十二天 臭泥终于说话了 她主动和苏菲讲的第一句话就是 第一朵啊 要开花了 苏菲好激动啊 为了不错过花期 她一直守在臭泥的边上等待着 要开始了 小小的花苞 就像一块揉成很响的绸纱 现在 它正在缓缓地打开 依旧是淡淡的香味 那只纯白色的花苞 开始散发出朦朦胧胧的 像是雾气一样 如梦如幻的光滑 苏菲看得直抽气 小妖 你快看 好美呀 她赞叹着 小妖也紧听着臭泥连连点头 伴随着萦绕的雾气 一串串闪着荧光的字体出现在眼前 龙子文字吗 苏菲呆了呆 这是什么 开花时 也开出文字了 苏菲一字一句地念叨 苏菲 原谅我必须再时离开你 去完成我的使命 当第一朵花开放的时候 我应该已经到达了目的地 我并不惧怕迎接什么挑战 可是 好像却不敢承认 一些早已显而易见的事实 依然记得在你小的时候 独立安静努力会解 原本只当几天老实玩玩 却不知不觉间 让自己身不由己 那样的日子可以继续吧 每一天都让人着迷 你说呢 苏菲 天色已经有点晚了 龙皇还在湖边游荡 在傍晚时 这种朦朦胧胧的光线下 观察出洞银水的臂爪电膝 正是时候 不要小看这种 细身细腿的八角蜥蜴 在地上奔跑挪动的速度 不亚于任何一个龙族勇士 最快速度的战斗行动 更厉害的是 这种胆小敏捷的小魔兽 天生有极好的视觉嗅觉感应 以及超绝的装扮技巧 能够配合周边的环境 进行适当的隐身行为 再加上一流的遁地鼠 和凶猛的毒牙撕咬 不夸张地说 在龙之患大陆里 算得上是不依靠大型魔法 就很难活捉降服的少数魔兽之一 不过 这种徒手捕捉 臂爪电膝的挑战 对于龙皇陛下 正是吸引人的地方 第五天来 抓了放放了抓 在前面地洞里 隐藏着那些臂爪电膝 已经被抓放至少六次了 抓起来自然是越来越难 可是乐趣也是越来越大 龙皇知道 仅靠饮用地下水 是不能满足 臂爪电膝要求的 无论外边再怎么危险 他也会每天出来一次 取用这特殊味道的湖水 而且必定是表面那层水 因为 在这样的季节 漂浮在湖面上细碎花粉 正是臂爪电膝的最爱 就像爱喝茶饮酒的人 舍不得那醇香的酒与茶 生的乐趣 不就在此吗 龙皇陛下兴致勃勃地搓搓手 对他来说 漫长生命的乐趣 就是不断地发现 挑战 游戏 通关和考验 当然 还有慷慨和急欲 不过那是与需要帮助的 弱势群体在一起时候的责任 而现在 他的乐趣就在于 抓住这臂爪电膝 天已经黑透了 从上次抓放时间 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天 龙皇开始有一点怀疑 难道真的让他跑掉了吗 不会呀 从自己布下的阵法来看 即使在能钻地的臂爪电膝 也不会悄无声息地 逃出他的感应罗网呀 假如真的出了问题 那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也更好玩了 可以确定没有活物 离开这方圆百米 下身二十米的精神控制圈 要知道 臂爪电膝向下打洞 最多也就能打十多米 而且 他也没有失去耐心 要刨第三尺 寻找臂爪电膝的地步 干脆摆了一个修炼的战姿 踏实地等着 在这天下太平的龙族盛世里 没有外患 没有内忧 没有公务 即使再等上三天 也是无妨的 夜半时分 终于有了动静 龙皇睁开眼睛 注意着感应那些细小的动静 出乎也料的是 拱起的地面就在龙皇面前 他眯起眼睛 嘴角勾起 微笑地看着眼前的土越龙越高 泪风越来越大 哗啦一声 土块落下 地面的洞开处 豁然出现的是一只红色的赤蛙龙龟 只见他嘴里叼着一张软软塌了着的兽皮 上面似乎还画着一堆的土案 是给我的吗 龙皇笑着问道 那红色的老龙龟点了点头 将嘴凑了过来 龙皇取下兽皮 呼唤来一团光细元素 照亮那上面写着东西的信件 他一边看 一边读着 对不起 害你久等了 你要等的东西在信使的肚子里 只不过早已被消化了 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玩个游戏 看看谁能更早抓到共同的目标 请对我的信使说一声 我会感到非常高兴 当然 如果你不敢或者不愿意接受这个挑战 只要把这封信丢掉就行 署名是 补规者 龙皇的笑容似乎更加开心了 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 这补规者是谁 是不是个圈套呢 在龙皇看来 这个圈套太显而易见了 但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现在有一个对手敢来挑战自己 而且第一次较量 竟然是自己给输了 那龙龟何时 怎么赤掉臂爪电锡 自己竟然毫无察觉 这真是太有趣了 他放下兽皮 对着物质抬着头等他回信的赤蛙龙龟 微微笑着说道 回去告诉你的主人 我愿意和他玩这个游戏 只见那赤蛙龙龟 突然流下两行泪来 砰的一声全身爆炸开来 带龙皇撤下保护自己的结界 再看那龙龟呆的地方 除了少许的血肉碎屑之外 只剩下另外一张兽皮 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 先找到血运迷城活着的白冰异兽者 继承为下一关的化石人 补归者 龙皇看着这几行字 脸上的笑容微微僵了一些 他不易察觉地皱了皱眉 陷入了思索 看着空空荡荡的皇宫 龙后叹了口气 刚才龙皇特意跑回来告诉他 自己要出一趟远门 说是去巡查一下龙族禁地 可是这里只剩下自己了 他琢斯又想 总感觉心里不怎么踏实 来人 他扬声叫道 陛下 侍女推门进来 躬身行礼 去把兰尼斯特叫来 是 很快 进来一位身材矮小的中年人 在他行了礼 龙后陛下问道 那位来自人族的苏菲小姐 最近在做什么 陛下 最近苏菲小姐没有出过门 一直待在维克塔利昂的府邸 正在做炼金术的研究 听说他正准备 动手制作大型空间传送阵 兰尼斯特恭敬地回答道 哦 凭他的能力 纳尼斯特 你认为他有可能成功吗 龙后问道 兰尼斯特沉吟一下 陛下 臣下认为 我们不妨给他提供必要材料 让他试一试 我们所有的空间转移任 都是以前遗留下来的 尽管保养得不错 但是目前 已经没有人愿意研究这个了 而且空间系魔法 也是我们龙族弱象 如果这位人族法师可以实验成功 那对我们龙之焕来说 无疑是一件相当好的事情啊 毕竟现在大型传送阵 已经渐渐老化 使用率却是非常的高 如果这样下去 出了问题 巨龙族还好办 其他种族那可就麻烦了 虽然他只是做实验 可是再怎么着 也得弄两个传送阵 互相传送 在此过程中 刚好可以培养一下 我们自己的人才 莱尼斯特不无遗憾地说道 如果不是因为龙族 长期对于炼金术的抵触 缺乏这方面的人才 相信以我们现在的资料 弄几个传送阵 还是没有问题的 既然现在有人起了这个头 我们何不乐见其成呢 龙后陛下轻轻点头 嗯 你说的虽然有道理 只是 莱尼斯特 你也不是外人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担心时间长了 他与梅西之间 会生出不敢有的感情 现在我真的很想派人 把他送回索尔所共大陆 陛下 兰尼斯特 微微一笑 龙后陛下的担心 他并不是很在意 您大可不必担这个心 人族的寿命能有多长呢 不如让我们的皇子陛下 在大婚之前 好好玩玩 等他玩够了 自然就收心了 龙后陛下诧异地抬眼 望了望 兰尼斯特 你说的是谁啊 是梅西吗 梅西是什么样的 你不知道吗 他是不可能轻易动情的 一旦他真的爱上不该爱的人 我们说什么做什么 都没有用了 而且对方是人族的话 不说是什么生儿育女 继承皇位 到时候 他恐怕还会孤单难过一辈子呢 他越说气势越生 到最后一时一脸的怒气 哦 是陛下 兰尼斯特连领点头 陛下说的是 龙后深吸一口气 不过你刚才说的 也不是没有道理 虽说苏菲只是一个小孩子 却是难得的空间系法师 在人族来说 他的实力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何况 他还有只空间系神兽 也许 他又摇了摇头 这样吧 我们暂时给他一段时间 让他制作那个空间阵 但是时间有限 在梅西回来之前 一定要完成 需要什么 人力也好 物力也罢 你都尽量配合 就说是我吩咐的 他顿了顿又道 记住 时间最多不超过三个月 可是 兰尼斯特还想说时间太少 不过 他被龙后脸上的神情 给震慑住了 是 陈下知道了 臭泥的第一朵花 彻底地震撼了苏菲 不知所措这个词 是用来形容 他现在的样子的 梅西 老师 龙族 男人 情书 这个算是情书吗 小妖 苏菲表情痴呆地嘴里 呢喃着 啊 小妖的脸红了 他扭扭腰枝 浮浮衣裙 人家也不知道的 他的样子看起来 更像是收到情书的那个 哇 小黑不满地叫道 我看不下 哪有这样的情书 我认为 这应该写在纸上才算的 沉默了片刻 苏菲弱弱地道 臭泥一共有十二朵花苞呢 呀 小妖的眼睛立刻闪出星星 小妖的眼睛立刻闪出星星